哈囉鼎泰鋒的夥伴們大家好 我是柯如建章 你今天運動了嗎?我運動了 期待你今天也能享受屬於你的運動時光 我以前在打籃球 然後就發現說每次要找同學、朋友一起出來 哇!大家都山吹四寢 很難叫得到人 然後等到工作變得多了之後 你知道你的時間會變得瑣碎 所以你就會更需要一個是 你可以自主的 然後你是可以彈性的運動 那我發現跑步是幾乎隨時可以跑 而且我又不用攜帶太多裝備的運動 另外一個是我可以藉由跑步去認識新的程式 那我覺得那是一種享受 那是一個發現世界的機會 它讓你擁有一個只有你的時間 只有你的空間 也就是說你可以獨處 大家很常知道說運動會讓身體好 那我其實還要多分享 就是運動也會讓你的心理好 讓你的心理健康 讓你的心理好過許多 那最重要的事情是 像我運動我剛剛講每天半小時 其實就是不到2% 只是2%而已 我就說如果你每天都連2%的時間都不願意給自己 我覺得你是非常的不自愛 你非常不愛自己 一開始不用跑多 反而是讓自己享受 你每天都有出場 你每天都在場 我覺得就夠了 你沒有要創紀錄 你沒有要跟誰比賽 這是你跟你自己的一個遊戲 然後我覺得跑步最美好的一件事情是 沒有人知道你為何跑 也沒有人知道你跑到哪 跑多遠 而你可以決定你今天要跑到哪裡 你比起昨天的自己 你又多跑了幾步 你比起昨天的自己 你又多喘了幾下 而這些就是投資 這些就是儲蓄 最後都會回到你自己的身上 沒有人搶得走 沒有人偷得了 我猜你一定有屬於你自己的人生的夢想 那我覺得在完成夢想前 先一步一步的 每天去做你喜歡的運動 然後讓自己喜歡上那個 大汗淋漓的自己